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继续给他带来赏金赛16进8的第三天的比赛 这边是KLD对增加发一季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选了一手绝活黄衣 洛翼也是经常打到S1的黄衣 从彩板速度来看 他应该是没有点 那么应该是底牌 然后挽留三点插刀加速的这样一个配置 开局祭司的两个洞都交掉 那可能会被架在这个位置 这里这两个洞其实我觉得交的有点伤 为什么呢 他宁可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先知的 宁可吃一刀 然后交洞进医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在医院里面你可以利用的一些地形点会更多 这边卡住你 出手转你转你转没有用 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顶级黄衣 他的一个耐心和他的沉稳了 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当中有一些黄衣之主 他的一个选择就是看到触手在你旁边进射身范围了 就直接下鞭子 但是很多球人惹都是会选择跟你绕圈圈的 来我们看这边洛翣如何来追这里的一个祭司 因为这边这个祭司 这根鞭子好像是距离刚刚没有扣到 但是这边一波反走的打洞下去 跟下去应该是要倒了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交互点 如果上楼应该是没了 翻窗有机会 对 但是外面提前一根触手等好你 哎呦 尽管如此 但还是遛掉了三台电机 那么我们看这边挂哪里挂地下室 有守木人 还是要挂地下室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鸟笼看出去有三台电机 这三台电机相对来说离的是非常近的 如果说这一把黄衣之主想要通过防守来翻盘 那么他一定是要控住这边的电机才行 慢慢的压 然后慢慢的控 这里出手 找人 好 知道了 人大致的一个方向 但是外面的电机 哎 这里是提前下了铲子 要来拦截 祭司的血线应该是要过半的 这个过半之前救不下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把是只有一个单救人位 所以说这把黄衣之主 前期抓人虽然说不算很快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 哎 这里打一刀 插到非常的快 看看那边队友有没有去偷 由于插了眼 如果有人去偷 进入范围以后也是看得见的 那这里要等第二根铲子的话 这个 祭司可能要被放飞 这里还在看 有插眼 看着你 看着你 哎 一鞭子打造 哇 这里救不下来了 这救不下来了 感觉 哎 直接下地 能不能 没下去 那这里黄衣之主节奏还可能不断 但是他觉得如果说我这时候再去追这个手墓 电机管不住 那么求生者不说是保平 但跑一个是有机会 电机点开口跑一个 他们也能赢 所以说这把一定要追取一个是刺杀 这里的一个选择上面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想要管住一台电机 先打一刀 把你赶走 回去应该是不会深追了 要回去插眼 继续追吗 继续追的话 条件这台点掉 那么剩最后一台 先知如果拉开不倒遗产机 黄衣之主还是要通过开门战来打 我觉得这个时候回去防守会更好一点 这个触手还是没打中 还有一根 前面还有一根 能打倒 但是电机已经压的差不多了 而且这边的技能也没有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也不可能切个失常 这边直接挂上电机压好 我觉得刚才其实回头去管电机可能更有机会一点 哎 这边你过来我电机直接点亮 那边人救下来 哎 这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差了一点点 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 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这边在打的时候呢 肯定是没有能够像我们有这么清晰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判断的 好 这边过来一边子打 打完 那边两个人 由于他这边是没有技能 那边点门了 他也切不了传送 这板应该是一个平局了 刚才如果不追过来 选择防守呢 还有机会能争取一个三杀 现在的话应该是一个平局 那开局第一轮是一个五分的分叉 这对于FIG来说其实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还是很可惜的 从整体上来看 这边就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对于FIG